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今天来到文宿路线的军兰资道 今天呢 我们要带大家来一个 上海的其中一个商圈 叫徐飞去 现在我现在正在天桥 就是徐飞去一个 算是主要的一個交叉入口 那這邊呢你可以看到正後方這邊充滿的所有的商場 包含在我右手方那個他們叫美羅城 算是很著名我在2010天台的時候 他就佇立在這邊了 然後除此之外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大部分是一些百貨系列的 還有正後方的橫隆逛廠 所以這邊算是一個許惠商圈最主要的一個 它算是一個教會的十字五口聚集度 哎呀我只能說這個風實在是太大了 我相信如此特色的這個開場 我來跟大家介紹 大家一定會對許惠惠這個商圈的入口 還有它的天橋印象非常之深刻吧 大家現在看到呢就是天橋本尊 其實每次在上海因為很大嘛 所以只要經過這個天橋 然後正好快看到旁邊的這個美羅城的圓形建築地 我就知道這個就是許惠惠商圈了 所以算是一個我覺得很好認的一個地標 許惠惠商圈到底是坐落在上海市中心的哪裡呢 我們一起透過這張地圖可以看到 上海市中心可以看到中間的淺綠色草綠色的區域 那就是在左下方的這個許惠區當中 我們再把地圖拉近则可以看到 許惠惠商圈正好是由三條地鐵共共所圍繞的這個區域 包含了垂直的你可以看到的紅色一號線 咖啡色十一號線 以及橫向的水藍色九號線 那在中間的上方這邊你可以看到 著名的許惠惠公園 那左上邊則是可以看到上海交通大學的許惠校區 那我們再更進一步看許惠惠商圈 這這個大路口正好也是個五字路口 那由周圍的所有的商場所環抱著 那正南邊往左邊分別是美羅城 東方商下 港匯橫隆廣廠 太平洋百貨 上海六百 惠金廣廠 以及惠年商場 就讓我們一起來盤點一下每個商場唄 首先我們就從這個地標建築物美羅城看 算是一個以允樂休閒消費為主的一個商場 包含了電影院健身房 KTT小吃等等 算是一個比較中檔型的一個消費廣場 那我們以美羅城順時鐘的方向 往左邊看 現在正在我們眼前的建築物就是東方商下 那東方商下呢 主要經營的算是比較中高檔的一個level 那年齡層會比較偏成熟一點的客戶 那因此它的一樓的一個品牌 會位你就可以看到比較像是IWC Cadier 周大福 周順生 Tumi Rimoa等等 我們接著看到的就是港匯的橫隆工廠 那它在這個商圈當中算是地位比較高檔次的唷 那從一樓的這個Tenemix就可以看得出來 包含像Emporia Armani Gucci BV Rath Lauren Tory Birch Rathais Mexport等等 那身對的是比較熟的是白領子的 那接著我們再往旁邊走 可以看到的就是太平洋百貨 以及上海六百 匯金百貨 這三家呢主要都是以百貨 傳統百貨為主軸 因此你在低樓層 一樓都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花生品算貴 那經營的檔次大概都會是以中檔的消費族群為主 最后我們來看到的則是惠蓮商下 它其實就是注落在天月朝 算是非常熱鬧的一條連接店面的上面 那因此呢其實是惠蓮商下整體呢 的感覺真的比較像連接店面 因此看它的一些品牌 大概都是像萊姆 大部分的銀鞋 還有招商銀行這樣子 整體來說其實可以感覺得出來 律家惠商圈呢 其實是沒有像壞海路那樣的高檔 但是反而多了一點 清合力是以mass market 大眾消費為主力的一個商圈 那最後呢 最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後繼 一個增卡聪的新發現 就在上網在收集這個律家惠商 全播網發展歷史的像這樣的一個資料的同時啊 然後在找到這樣的一個文獻網站的時候 發現一件事情 它說文獻的檔案居然可以支持你用微信支付 或是用支付保護錢 也就是說當你想要下載一個PPT 或是PDF像這樣的一個文獻的時候 你是可以直接掃碼 然後用微信或是支付保護錢的唷 然後同時一掃碼之後 它就立刻會呈現說 已經支付成功了 它會是立即非常非常即時知道 你已經付完款了 然後立刻就會同時可以 將檔案下載 然後傳送到你的郵件裡頭 我覺得強國人真的是把第三方支付 應用到了一個極致 真的是一個非常酷 非常神奇的一個體驗